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线,减负质代谢,排毒解毒,以及一部分消化的功能。 肝脏也被称为人体最沉默的器官,一般情况下不发出声音,一旦发出声音便已是遗憾,因为一般情况下肝脏受损的时候症状很难察觉。 一旦发现异常疼痛,多数的时候已经吃了,肝癌更是以其高发病率、高死亡率,被人们称为癌症之王。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几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保肝护肝的三种食物,菜式随处可见,还非常便宜。 叶胡萝卜,从小就经常听妈妈讲要多吃胡萝卜,可以保护势力。 那么胡萝卜可以保护势力的原理又是什么呢? 其实就是胡萝卜中富含胡萝卜素,可以清干瞑目,还能提高人的免疫力。 胡萝卜素的分子结构,相当于两个分子的维生素A。 在进入人体后,在肝脏及小肠黏膜内经过来的作用,一半会变成维生素A,优伯嘎鸣目的作用。 科业盲症,胡萝卜中的维生素A还能够协助肝脏排除体内毒素,帮助肝脏自身代谢排毒,还能减少肝脏中的坏脂肪。 胡萝卜还含有丰富的膳食腺癌,促进肠胃蠕动,帮助清理肠道垃圾,排除毒素。 一身轻松,除此之外,胡萝卜还是很有效的排孔食物,因为胡萝卜含有丰富的果胶,可以与孔结合,有效降低血液中孔离子的浓度,并促进加速孔离子排除体外。 注意事项,胡萝卜如果生枝只能补充维生素和纤维素、水分等等,要想释放出胡萝卜素是要经过烹调工序才行。 胡萝卜素是智容性的,所以可以选择用少取植物油边炒胡萝卜,释放出胡萝卜素,才能被人体充分吸收。 不过在炒萝卜时千万不要放醋,否则容易破坏胡萝卜素,使营养流失。 而韭菜,中医认为韭菜性温,能疏离干气,同时还能促进消化。 在春季,韭菜正是倒量上市的时节。 韭菜性温,能够输调干气,并且提高人的消化功能。 多吃韭菜,可以增强人体脾胃的功能,还能起到趋因散含、养凉气,护肝饱肝的作用。 由于富含膳食新温,韭菜促进肠胃蠕动的效果非常明显,帮助人体同边排毒素。 注意事项,韭菜性热猪羊,肝火旺以及口舌生疮,的人要少吃一些,以及阴虚体质过深,有疮痒痒者不宜食用,因韭菜含蛋白较高,慢性肾病及痛风患者应慎用。 三菠菜,菠菜可以说是人们饭桌上非常常见的食材了。 凉拌菠菜,酱拌菠菜,菠菜肠,炒菠菜等等,都是老少杰姨的菜肴,别看菠菜不起眼,其实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。 有着营养模范生枝抽,菠菜富含维生素C,维生素K,胡萝卜素,矿物质等等营养成分,有着滋补阳气,养干个功效,特别适合肝脏不好的人吃。 中医认为,菠菜性肝粮,乳肠,背景,油薄血,粒乳脏,铜血脉,脂痒润肠,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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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肠,清理肠胃等功效。 对肝脐不输病发胃病,头痛暮血和贫血等有效加辅助疗效。 注意事项,菠菜含草酸较多,吃时需要先用沸水汤烫后再烹调,以免妨碍人体对盖的吸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